MING PAO CANADA 組織在佛羅里達州埃格林空軍基地 成功以F-15C戰鬥機掛載新型的紅外線追蹤夾艙 導引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擊中視距外的F-16遙控把機 完成第一次以紅外線搜索追蹤技術擊中遠距離目標的試驗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2018年推出名為IRST-21的紅外線搜索追蹤夾艙 而且獲得美國海軍採用掛載在FA-18EF超級大黃蜂戰機上 而且多次成功導引AIM-9X先進短程空對空飛彈擊中把機 測試時,美國空軍採用由IRST-21改良的軍團夾艙 在空中持續鎖定視距外的F-16遙控把機 而且將方位和高度資料傳送到機上的雷達 等飛行員發射AIM-120飛彈 飛行途中,甲艙持續將資料透過雷達傳送給飛彈進行路線收聽 最後成功擊中把機 美軍表示,新的軍團夾艙令到戰機可以在誤發出雷達訊號的狀況下發射飛彈 對維持作戰隱蔽性有極大的功用 而在面對隱形戰機時,亦都可以由對方發動機散發的熱能 或者機體表面的溫度追蹤 等美軍面對敵方隱形戰機時有反制的能力 經過這次成功的中程空對空飛彈測試 證實軍團夾艙具備了視距外鎖定和導引能力 所以美國空軍和海軍都會加快採購這個夾艙的進度 強化現役戰機的反應型戰機能力 美國高等國防研究計劃處DAPA 之前發出研發構想徵求訊息 向全球各國防產業廠商徵詢 新式翼地飛行器的設計概念 這種飛機和一般飛行器不同的地方在於 它是透過貼近地面或者水面飛行 是流通過機翼向後下方流動 衝擊地面或者水面時 會比起高空時產生更大的升力 令到機身阻力減少 獲得比高空飛行更高的升阻比 但亦都因身形龐大 只是可以進行貼地飛行 冷戰時期 美蘇雙方都有進行液地效應機的相關實驗 美國在1940年代測試UCH4大力神水上飛機 而最出名的就是蘇聯在1960年代 由阿列克謝耶夫設計局 設計出來的鋁海拐物實驗機 在DARPA的構想入面 這款新機總需要能夠乘載100公噸以上 倉內空間可以搭載幾艘兩棲再計 而且可以長時間進行液地效應飛行 在遇到海貨不好時 可以迅速降落進行海航模式 而且海航模式亦都需要具備 和一般船艦相當的抗風浪能力 未來在西太平洋的潛在衝突中 除了傳統的氣展船 直升機和登陸艦之外 或者可以看到這款身形巨大的水上飛機 美國陸軍正式將研發中的 長程極音速武器命名為暗鷹 具備5馬克高速的飛彈 將會是美國三軍第一行 正式命名的極音速武器 長程極音速武器和常規快速打擊武器 是美國陸軍和海軍 共同開發的極音速武器項目 透過通用極音速或長彈體 六海軍再分別微調飛彈外形 以便裝入各自適合的載具 海軍CXP將會配備 在諸雅特級飛彈驅船 和維珍尼亞級核子攻擊潛艇 六軍的LRHW 就會用雙連裝飛彈發射車 諾克希德和Dalantis 在2017年10月第一次進行CHGB飛行測試 而美國陸海軍就會共同在2020年3月第一次試射成功 在2021年5月測試飛彈發動機 美國陸軍正式將LRHW 命名為暗鷹 暗鷹彈體重量大約7,400公里 直徑大約88厘米 最高時速達到50克 最大射程是2775公里 用雙連裝發射車時 可以令到陸軍快速部署 而且躲避反制火力 將為一個炮兵聯會裝備4部發射車 一共8枚飛彈 和一個連部作戰中心 所有裝備都可以用C130運輸機運送 方便陸軍將飛彈佈置在離前線最近的野戰機場 美國陸軍表示有信心 2023年可以全面佈置暗鷹飛彈 海軍和空軍現在還未幫自己的極音速武器命名 但CSP的測試進度已經與陸軍相近 比起獨立開發的空軍AGM-183已經兩度試射失敗 研發進度就稍為落後 好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我開了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令我可以製作更多更專業的軍事影片 另外也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medium 最重要的當然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